好的 您看上个月中在清华大学的蝴蝶园里面出现了一只 应该是分布在菲律宾旅宋岛的南岛弹纹青斑蝶 它应该是不会出现在台湾的 这一次的意外现身有可能跟台风气流有关 趁着蝴蝶展开翅膀 王金龙赶紧拿着相机猛拍 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一样次都是把翅膀张开晒太阳 那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拍的比较漂亮张翅的蝴蝶的影像 不然的话通常它都在动 动的话你就会很难拍到很清楚的影像 在主科工作的王金龙 几乎每天都来清大蝴蝶园报到 才拍蝴蝶三个月的时间 就记录了60多种蝴蝶 9月中还意外拍到一只台湾没有的蝶种 难倒淡纹青斑蝶 蝴蝶有大有小 有时候稍微变形一点 是胖一点 所以我那时候认为是可能是淡纹青斑蝶 稍微大致一点的 所以是很幸运就是很lucky 由于翅膀上有着三个平行短条的公字纹 与台湾已经有记录的15种斑蝶明显不同 经由专家确认 这一支是分布在菲律宾旅宋岛的 南岛淡纹青斑蝶 但怎么可能漂洋过海飞这么远 专家推测 这支迷蝶可能是被凡纳比台风带来的 我是读到张家隆先生讲说 他飞行能力应该不足以从菲律宾飞到台湾才对 因为那个拍照的日期是在台风行程前后 所以他猜是台风带来的 气流带来的 重回当初发现斑蝶的地方 再也找不到第二支 虽然现在斑蝶已经死了 但会做成标本收藏在青大 记录着台湾蝴蝶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 记者南日文新竹报导